喂喂喂,好,那大家好,那就是今天就開始講這個演講,好,可以嗎? 然後就是因為我準備的東西有點多,所以我設了一個鬧鐘 只要超過8點40他就會叫,好,不然40就我們再看看怎麼辦 好,那就是大家好,那我是亮亮,好,那在今天就是講時間跟妳介紹 不過這個的話可以看到我其實不是做,就我沒有自己把內容做出來 我其實是把這個Stanford這張課的內容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那這張課放在網路上,那它是用MIT來審某授權 那就這個助教非常的厲害,那就是很謝謝他們把這樣好的這個內容把它放出來 然後今天主要是按照這張課就教妳怎麼寫CNN,所以我今天也只會教大家寫CNN 那大家寫完之後一定不會知道CNN可以做什麼,因為今天講不到 那所以呢,所以這要怎麼辦呢? 所以呢,就是在禮拜四的時候啊,禮拜四就是有那個,是君豪嗎對不對? 那個就是,對,君豪他會講那個就是Deep Learning相關的應用 那這就包含CNN的應用,他會講應用,他會講應用 所以大家如果想聽應用的話,就是進來聽這張課這樣 好,那今天就是有點緊張,好,馬上開始了 好,今天就是大家好,我名字叫亮亮 好,然後再強調的是,大家一定看到,就我沒有做這些內容這樣 好,然後這些內容都是從這個網站上來的 好,那今天呢很多細節都會被跳過,就是 所以大家如果自己真的在實作的時候呢 會發現有些東西呢,就今天並沒有講到這樣子 好,那我是一個碩士生,還沒有辦法畢業 然後這是我進行實驗事件的照片這樣 可以笑得出來,現在笑不太出來了 然後我就是就是Pycon APEC的工作人員 那我之前在微軟有實習過一段時間這樣 那我主要研究的領域是Bioinformatics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可以來跟我講 或者是你想跟我講比較窄的東西,我也蠻開心的 好,那就開始了 好,今天是最窄的開始了 好,就是我們今天做的這個應用啊 就是從這個叫做Supervised Image Classification 那大家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很多很可愛的女生 那上面就是,她就會把她的人臉辨識出來 然後她會知道她是哪個人 然後給她一個準確度 我們今天就做這件事情 就今天是Supervised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全靈Data 那再來我們的Input就是 這個這樣照片的這個RGB像素 那我們輸出的就是 它是這個,它是Love Live裡面哪個成員這樣子 所以會有Class這樣 那這個Class通常會用一個分數來決定 那中間這個怎麼樣把這個Pixel到這個Label的過程呢 我們就是靠這個,我們今天設計好的開始吧去學 那這東西,因為我們有 就是如果我們直接放到真實世界中去預測的話 那我們其實不知道她做得好不好 所以我們通常會把我們現有的Data切成三個 Training,然後Validation跟Testing Validation是因為我們的這個演算版裡面大概都 就是會有蠻多一些參數要調整 那我們如果每次都對Testing做的話 這樣會overfeed 所以我們會把它切成三個 好,那就是我已經對Love Live很捧場了 好,下一頁,之後就沒有有趣的東西了 好,那這個CNN跟Deep Learning呢 它主要就是所謂的End-to-End Classification 就是意思說 我進來就是Input 我輸出就是Class這樣 它是這種 它是這種這個演算法這樣 那如果你以前做過一些影像辨識環 大概就是你可能 例如說你要先刻一些新的Feature 什麼有Sift啊 什麼Hug啊之類的 那這個是另外一種想法這樣 那其實這個想法很久以前就有 就是最有名的一篇配合在1998年 那我今天來幹嘛 就是這個東西其實已經在十五 就是已經有大概十幾年以上 那這東西為什麼會變好 是因為最近大家在打一些比賽 然後就是感謝各大媒體的新聞報導這樣 那就是這東西突然變得很紅 那再加上有GPU的關係 所以這東西可以算得就是越來越 越來越複雜這樣子 好那這東西竟然很久以前有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完全可以 就是自己動手做這樣 那我今天就不會用到任何Deep Learning的Framework 好 OK好 那接下來就要開始了 希望大家有就是睡飽這樣 好那就是我今天要來講 這個是一個就是最 最這個general 這個Machinery 的Framework 大概就是概念是這樣 就我今天有個Function 我目標就是要設計一個Function 然後它還把輸入就是一個X的Vactor 然後我把它輸出 它F的輸出呢就是 就是每個Class的Score 這樣 那我要怎樣決定 這個X是屬於哪一個Label呢 那這樣我就去看說 它哪一個Label分數最高 最高我就選這個 這樣不簡單吧 好所以我今天只要有這個F呢 我就可以做到這個分類了 好那再來的話 我要怎麼樣知道 我今天做的這個呢 它跟真實的答案差多少 所以我要設計一個叫Loss Function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會測量說 我今天自己Pretile出來的 它的Label 跟實際上它真正Label 它的差距是多少 好有差距可以幹嘛 有差距知道 就是哪些東西錯比較多 哪些東西錯比較少 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要有辦法透過這個 差距的值呢 去看說要怎麼樣去調整 我們的這個參數W 然後去改變這個參數W 讓這個差距呢 會越來越少這樣 那我們只要一直重複這個步驟呢 就是 例如說我們可以把它算個1000萬次 那或者是呢 如果今天全部做對了 那我就 不要再更新我的W 那這樣我就可以 就是我就可以設計好 一個這樣的一個Function 那它的Function 它就可以 至少在我們Data裡面呢 它就可以把這些X呢 映射到正確的Label 可以吧 好這就是一個最 最這個 廣義的這個Machine Learning的Firm Work 好 好 那 所以我們從一開始 我們就要開始來做一個 最簡單就是Linear的Cassification 那我們用的是SoftMax 好 好不好意思 大家今天沒有什麼選擇 因為就是有太多選擇 今天就講不完了 好所以第一個呢 就是Linear Type 這大家都有學過嘛對不對 就我今天就把X做音部排排站 然後 把這個W就是一個矩陣 然後他就會把X 把W倒到X 把W倒到X 然後加上一個Virus 然後就是它幾個 Linear的 OK Linear應該很簡單吧 好然後 然後那個Dimension 就是大家可以看看就好 就是 我本來想說 要陪大家一起算這個Dimension 不過 我剛剛看一下 晚一點再算好了 好那 那就是在我們 我今天用的Data是CFAR10 那CFAR10它就是 10張影像 馬上來看一下 它就是10個 不是10張影像 10個類別的影像 然後裡面就有5萬張影像 然後影像就長得像這樣 好 OK喔 有概念嘛 有這些類別 我們今天做的就是這個 好 那它Input的Dimension 是32x32px的圖 那因為我們的圖都是RGB 所以有三個Channel 所以32x32x32 所以它Input的就是3072 好 那我們今天有10個類別 因為CFAR10 對不對 所以K就是10 好 好 那剛剛的東西很難想對不對 這樣會不會比較好想呢 這個W倒到X就像這樣 然後我今天加一個Bias 那算出來就是這個Score 這邊只有舉三個類別 這樣 所以我會算出三個類別Score 那可以看到這有高有低嗎 那像這張圖為例呢 這張圖為例 哪個分數最高呢 就是狗嘛 所以這張圖片 就會被歸類為狗 這樣 好 所以就做錯了嘛 對不對 所以大家就來算一下 怎麼了嗎 我說錯什麼嗎 好 那 那大概像這樣子 好 好 那剛剛那個會有一個Bias 對不對 那其實有時候我們在處理這個Bias 會覺得頭很痛 因為你知道這東西還要自己再加 所以你在算Gradian的時候 你可能也要獨立算個Bias的Gradian 那有時候 就是 有時候不太好想像 那就是 就是腦筋快燒斷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這樣想 就是其實你可以把 你的輸入的X呢 多一個維度 那這維度它的值用點是E 那這個就會達到 跟剛剛這個 加B這個作用是一樣 大家有沒有這個FU 這邊 這邊 因為它是乘E嘛 好 有FU嗎 沒有FU就 沒關係啦 好 好 好 這是重點 剛剛我們知道這個 我們知道這張圖做錯了對不對 這張圖應該是貓嘛 對不對 所以它理論上 它正確的Class是Cat 可是它實際上算出來是狗 好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測量這個 這他們兩個 就是我們今天知道它錯了 可是 在這個情況下 它到底錯多少 我們是要把這東西做個量化 那 這邊量化就是呢 我直接把這個分數啊 把它當作就是 就是exponential 然後 它的分數 然後 這東西我把它想像成是一種幾率 那因為 剛剛量如果直接加起來不會是E 所以我們把它normal來一下 那這個東西就是softmax 去-log的時候就是softmax 那這樣 那這什麼樣的概念呢 就是底下的例子 假如說今天 就是我正確的Class 它算出來的 剛剛那個LinearClass 這邊算出來是10對不對 那10的話 -log10 隨便想想 就是E -log10就是-E嘛對不對 那如果今天 我算出來一個機率是0.1的話 那是不是 0.1就是2嘛對不對 2大於1對不對 所以 所以就知道 如果機率越小的 它的loss function會越高 這樣 好那 剛剛就是很很簡單概念 就理論上我分數越高 再來我機率越大對不對 所以 我 就怎麼說 我正確的類別 理論上出現的機率 應該是最高才對 這樣吧 所以它只要算錯了 它只要機率變小 那它的loss function就會升高 這樣子 好 那 那這東西呢 如果你實際上在算的時候 你會碰到一個伏減數的計算問題 所以大家要做一個這個平移的動作 好 那 這東西反正 大家碰到問題之後就知道了 好 那 那 這就是小細節 好 那再來的話 剛剛那個東西啊 我們用這個方法對不對 其實我們可以得到一系列的這個W 就我們會有無限多組的這個參數呢 它都可以滿足剛剛那個條件 就它可以完全全部做對 然後就是 就是怎麼說 反正可以全部做對 然後 嗯 這東西就有點麻煩 那 它有時候它W結不是unique 那 呃 我這例子好像有點錯啦 不過沒有關係 反正 就是有時候會不是unique 就對了 大家記起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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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東西就有點麻煩啊 所以我們是希望一定要找出一個唯一組解嘛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就再多給它一個這個限制項 我們限制項就是 我們把剛剛 我們把剛剛這個W裡面所有的值 平方加起來 然後我們希望這個值越小越好 好 那所以最後呢 我們實際上loss function 就等於剛剛這邊 每個sample的loss function 加起來平均 然後再來再加上剛剛這邊這個regulation lost 這樣 然後 這東西呢 我們前面會給它一個參數叫lump 然後去調整一下它的這個強度 這樣子 好 那所以我們總共loss function就像這樣 那我們目標就是希望這東西越小越好 好 OK吧 好 那繼續講一下剛剛的regulation 就是剛剛那個聽起來可能會覺得很不合理 為什麼我希望每個值壓越小 就是越小會越好呢 呃 應該說剛剛那個東西為什麼我希望它越小會越好 好 那 這邊舉個例子啊 這邊現在有兩個W 這兩個W 加算出來這個 你看X. Y. W. W.X 加起來都是一樣的值 對不對都是E嘛 對不對 那這兩個東西在我們的情境底下呢 它會偏好哪一個呢 它發現它會偏好W2 因為W2算起來這個L2的regulation會比較小 但是 那這東西有什麼樣的特性呢 你會發現W2啊 它其實把所有的這個input dimension都用到 那其實我們就希望說 就是如果你全部input都用到的話 那這其實會幫助我們在預測就是外面世界的data上面 就如果你只用一個Dimension就可以預測出這個答案的話 那這東西其實都會比較容易會被overfit這樣 所以這東西可以讓我們就是可以增加它的這個generalization這樣 然後可以避免overfit 好那這樣子 所以我們剛剛那個regulation除了可以讓我們W變為E之外呢 它這個penalty還可以讓我們達到就是比較不容易overfit這樣的作用 那這樣 OK 好 剛剛講完loss function了 恭喜大家 那就是接下來我們就來講 既然我們今天知道loss function值對不對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調整我們的參數 讓這個值越來越小 所以這就是一個就是所謂loss optimization的這個步驟 好那 那這東西呢 你就可以想像成loss function就是 就很像是海拔高度這樣 所以呢 你今天就迷失在就是一個山上這樣 例如說奇萊山之類的 然後你就很想回去找媽媽 那這東西就是 可是可是可是你沒有奇萊山地圖這樣 就是就是老師有交代你還是跑到奇萊山去玩樂 那沒有地圖怎麼辦呢 你就只能憑你的腳下去感覺這樣 所以就有個最簡單的方法 就我就憑我腳下感覺說現在坡路怎麼走 那我就沿著那個坡路往下走 這樣我中一天會找到平地嘛對不對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直覺嘛對不對 那其實這個概念呢 就在數學來表示呢 就是我去算這個loss function的gradient 那gradient其實沒有什麼難 gradient其實就是微分而已這樣 就是我算它的斜率 OK好就是反正很簡單就這樣 然後微分大家就是 那個什麼 微積分都有教過嘛 微分的定義就長得像這樣嘛 所以我就改變一點點x 然後我把這兩個值 然後就是相減 然後除上改變的位移量 那就可以知道它的這個slope嘛對不對 那我就可以沿著這個斜率的方向 然後沿著它反方向往下走這樣子 好 那這東西就要做這個數值 就是 numerical 的gradient OK好 那你可以按照這上面這個 這是標準的定義去算這樣 那不過在這個實際上當中呢 就是這東西有時候會出一些毛病這樣 所以我們通常習慣是 就是x加h跟x-h這兩個點去做比較 好 那剛剛已經決定好我們要往哪個方向衝下去了對不對 可是我們還沒有決定要衝 就是衝多大嘛對不對 衝多大 好就是 例如說如果我今天 就是直接衝衝衝衝到這邊 那你有沒有想像就 這黑色是我們想要到的目標嘛 如果我今天一衝就衝到這邊 那是不是沒了嗎 就是我每次前進的步伐都這麼大的話 這樣就很難到達中心點了 所以我們會希望這步伐呢 就是你知道 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 就是剛剛好 因為太小的話呢 你就這樣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 那你還沒到三下 你就會餓死了這樣子 所以呢 所以我們這東西呢 叫做lending rate 那這東西就是 需要一些調整這樣 就是 如果在比較好的環境底下 你可以直接把lending rate解出來 可是在大部分情況下 你都解不出來 所以你就要稍微拆一下這樣 那這東西之後會再討論這樣 好總之我們現在又多了一個參數可以調 叫做lending rate 好 那剛剛這個東西呢 超級慢的 就是 剛剛這個東西呢 你要想喔 剛剛那個是我們是 每個微度去算喔 如果你今天 像我們今天有 多少微 我們今天假如說 像剛剛的例子 三乘四 有十二個w 你要算十二遍喔 這超慢的 那如果今天 假如說你今天算個好幾千個parameter 那你不是 如果你用數值解的話 你就會就是 翻翻 就是很難解就對了 不是很難解 很好解 可是解超久這樣 其實我們知道這個危機分嗎 對不對 那我們能不能直接算 就是在第十三頁的這個loss function呢 喔 講超快的 超棒的 就是這個東西 這東西我們可不可以算它的微分 就我們不要去用數值去猜它的邪率 我們直接把這個東西的微分算出來 可不可以 好 那我們就可以去問數學老師 那數學老師可以跟你講 這個 應該說 如果我們能找到最佳解就好 可是這東西沒有最佳解 所以我們先找它的邪率 那這邪率呢 算出來就像這樣 好 那這個東西呢 怎麼解釋呢 這東西就是 如果I等於J的時候它就是1 如果I不等於J的時候就是0 好 那這樣的話你就可以把 它的這個規定全部算出來了 好那恭喜大家 那這個p呢 就是我們之前提到的那個 就是normalize之後的這個幾率這樣子 好 那這東西呢 如果我沒有推錯的話就是對的 好 那 它這邊呢 其實我這邊有做一點小 就是有一點小作弊啦 這邊規定的submax 理論上是要對 例如說對w 就是它的規定是要 就是partiall 然後partialw 可是我這邊其實是partialf 這樣 為什麼呢 其實我可以利用圈路 然後我這邊算出來partialf的邪率之後 再乘上partialf對partialw的邪率 這樣我就可以算出來 因為partialf partialw 大家還記得吧 f是w乘x嘛 所以 對w為分就是x嘛 對不對 很自覺嘛 不要想那個什麼矩陣什麼的 反正就當它都是一尾的 好 那 OK 我們現在就有這個規定了 好 那 這東西 就我們今天如果有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就直接把現代的值帶進去 我們把算出來的這個 score算出來 然後直接帶進去 我就可以知道規定 我就不用用剛剛那個什麼奇怪的步驟算了 好 那相信大家看到這邊一定覺得就是 就是有點心亡慌了 因為這個東西好像 就很久沒用軌跡分了 說不定會退錯 好 對那這個東西其實有時候會有問題 這樣 所以呢 所以我們一般在做的時候 我們通常都會先驗證一下 我們會拿剛剛那個 numerical gradient 跟這個算出來的 這是 analytical gradient 去做比較 我們看我們算是不是一樣大 這樣 好 排好了 這樣我們所有工具都有了 我們可以來做 gradient descent 好 那這邊的話呢 就我跳過超多東西了 這邊直接講 mini batch gradient descent 好 這邊概念就是呢 理論上 我們剛剛那個其實是要把所有 samples看過 然後算出所有 samples平均的gradient 然後再去往那個方向走 可是這個東西在實務上來說呢 這個東西 不是很有效率 然後 所以呢 我們其實會 就是我們每次在算的時候 假如說我們有一千個 sample 我們就 sample 當中 例如說五十個 sample 我們拿這五十個 sample 算他們的gradient 他們平均的gradient 然後我們沿著這個方向走 然後每次都這樣 就是隨機抽五十個 隨機抽五十個 那剛剛有說這個走的時候 要加一個 learning rate 所以這邊有個 step size 所以整個流程大概像這樣 就 我今天會設一個最高的 iteration 的數目 然後我就 sample 一次 然後算它 算現在有沒有就是 loss function 多少 然後算它的gradient 然後往這個gradient方向去解 然後就更新我的w 然後再算一次 再算一次 那就是 有時候我們可以算到全隊 全隊也可以停了 那或者是呢 我們就算個一千萬次 一千萬次再拉停 這樣 那有個很極端的例子呢 就是我們每次只抽這樣一個 叫做 stochastic gradient distance 好 那這樣 大家一下把兩個gradient distance 算完了 太好了 那我們今天就已經 講到三分之一了 有沒有 喔好像有點趕 然後 呃 呃 我們用了C bars嘛 那剛剛有看過資料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 那我就可以再多講一點了 就是 這個資料啊 看起來是彩色的對不對 那這東西會有些問題 所以我們通常會把它的命剪掉 那 命的話 你可以想到大概就是一個灰灰的概念 這樣 那剪掉之後就不是給人看的 這樣 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 那不過這個東西呢 呃 這個東西如果你回去看它的官網的話 它會跟你講一些理由 那 主要剪掉命呢 然後跟之後會教你怎麼樣控制virus 那 這東西做好之後呢 它在做gradient descent的時候呢 可以讓它每一個維度呢 都可以就是 就不要兩個維度 它的那個數值的範圍差很多 差很多的話 有時候做gradient descent就會 就會有問題這樣子 那 呃 反正就是剪完之後會這樣 所以實際上電腦看到是這樣 這樣的答案 好 那 剛剛是不是講完了啊 好 太好了 那我們就開始寫softmax了 好 那 就是 首先要把資料落進來 好 落進來不是很重要 好這邊就有維度 然後把它切成training validation跟testing 這樣 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要實作剛剛那個 就是 剛剛有說一個 就是general machine learning的 framework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寫出來 那這個概念就像這樣 就 我每次呢 這邊就抽樣 好 抽樣之後呢 把抽樣的x跟w抓出來 好 抓出來之後呢 呃 我沒有算錯啊 呃 好像太快了 呃 對對對 好 抓出來之後呢 我就去算它的loss 就看它現在 做出來的這個 嗯 就是我 我用現在的w嘛 對不對 然後我去算它的loss 那 我就看說現在 用這w算出來的y呢 跟實際上 呃 我知道答案的y呢 它的兩個差距是多少 好 那知道差距之後 我可以知道實際上差多少 然後還有它的gradient 好 那我會把這個東西先偷存起來 這樣之後可以分析 然後接下來就gradient乘上loss 然後剪掉 就是它往下走 就是找平地嘛 對不對 好 然後就這樣 好 好 所以實際上我們知道實作的loss function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今天做的是softmax 所以我們實作的是softmax的loss function 好 那 大家不用看naive的 我們直接看就是 呃 呃 你會想它現在每個class的幾率大概都是十分之一 因為你現在完全沒有就是預先的知識 你根本不知道哪一個 哪一個input x會對應到哪個y嘛 所以它隨機分配的時候一定算出來之後就是 呃 好 所以一開始我們可以先做 我們就隨機給它一個w 然後我們直接算它的loss 那我們看它算出來的loss跟 就是剛剛說這2.33是不是差不多 差不多 好 那我們大概沒有做錯這樣 這東西 如果你用naive做大概就要花4秒這樣 做一步就要花4秒 然後 接下來的話 就是這邊的話就是剛剛說的驗證 就是我們把numerical的跟nical的解去比較一下 就我們隨機抽幾個維度 然後抽幾個 抽幾個維度 然後去看說兩個做的是不是一樣的 好 那可以看到numerical算起來要好幾十秒這樣 所以 所以就是 實際上我們不會用numerical去解一個東西這樣子 好 那這邊算起來大概 這個誤差值大概都在就是10的復法這樣 然後所以還不錯 好 那接下來就大家可以看這個loss function 那這邊的話就是剛剛看不懂那個 就是 我覺得我打給大家看 大家還是看不懂啦 就是我就是把這個gradient算出來 好這個gradient呢 寫在這邊呢 就像長這樣 好 呃 是不是指錯啦 喔指錯了耶 就是 gradient應該在這邊啦 對對對 好 好 那 所以其實就是code很短啦 這樣 就是剛剛看到這邊是p嘛 我一開始都全部給他p嘛 那 我今天在就是i等於j的時候 我給他-1 那這樣 那就把剛剛那個gradient算出來了 好 那 OK 那可以看到如果用vectorize的話呢 速度就會快很多 大概快個十幾倍吧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開始解 好 假設我們解完了 解出來之後 它實際上loss function 隨著iteration變化 就像這樣 就是我們每次 增加一個iteration的時候呢 我的loss function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那這個的話就是還不錯 這樣 那我們這邊轉出來呢 我們trainning大概是 大概對三十二趴 然後validation大概三十幾趴 就這樣 好 那我們可以把它的這個算出來的weight啊 然後做一個視覺化 就這樣 可以看到車帶看起來有一輛車 其他都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就大概像這樣子 好 那恭喜大家已經完成了softmax 好 再來就是叫newon network 時間好 還可以 好 就是newon network它概念就是 就是 這邊就是先講一下一個神經元 那這個神經元 它一開始 它一樣會把它的 就是所有的這個 它 它前一集的這個輸出呢 它全部都收集起來 然後一開始就做一個這個 線性的這個 就是相加 然後帶一個bines 那 那就是 如果你全部都只用這樣子的話 你是 呃 你是不會有就是 你做很多層次不會有改善 就是因為linear combination 和linear combination 還是linear combination 就是 如果你學過現代 就知道就是這樣 所以呢 你一定要給它一些配線性的東西 那這配線性的東西呢 就把它藏在activation function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開始設計一個app activation function activation function 那 那 在發展的歷史當中 一開始大家是 就是 看這個生物大概長什麼樣 我們就去學生物的 這個activation function 那 近幾年呢 有些突破就是 我們已經 就是 我們已經不再學人類 這樣 我們就是進化了這樣 好 然後 就是一開始大家很多人會想要用sigmore 這樣 那sigmore有些問題 那tangent h呢 帶有些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用這個 rectify linear unit 就 就這樣 然後 它概念就是這樣 就是我 它activation很簡單 就是我把所有 如果算出來是負的東西 全部把它 板正變成0 這樣 所以只有正的東西才可以通過 好 那 這東西你可以想 這有很多問題啊 如果今天我的 我的值算出來跑到負的去了 不就白了嗎 所以這個會有一些問題這樣 所以 所以後來有些人做一些改善 就是他有放一些 viki的那個 的 那個 relu 好 然後或者是 或者是做max out 那 這東西就可以 這東西就是非線性 所以它就會 就是你夾它很多層的時候 就會看到改善 這樣 那用這東西的好處是 它很簡單 它算非常快 好 那再來就可以來講這個 最簡單的neural network 好 這個neural network的概念就是這樣 右邊這個呢 我們都這樣數 一層兩層 所以這是兩層的neural network 這是一二三 三層的neural network 好 那這每一層呢 這就是一個neural 就是我剛剛前面做的那個事情 它會把 你看它有三個箭頭 它會把前一級的所有e-book 然後它自己有個weight 把它加起來 然後activation都有 再把它傳到下一級 這邊也吃 它前面有三個weight 前面有三個weight 前面有三個weight 好 那到這邊之後呢 output layer通常我們會這樣做 我們今天有十個class的話 我們這邊就設十個 所以每個class 預測一個class 就是 每一個neural 預測一個class 那 上在這邊它就舉 兩個class的例子 那 每一個這個neural 它就把前面這個 四個neural的 這個輸出 然後乘上它的weight 然後這個四個輸出 這樣四個weight 好 那 大家懂了之後呢 這東西可能要稍微算一下 不然怕 其實之後大家都跟不上了 那 剛剛我們講的是左邊這個嘛 那左邊這個實際上 這個neural network 有多少個參數可以調整呢 來算一下喔 就 我們先看藍色這一集 藍色這一集 它 可以拿 上一集紅色 input layer的輸出嘛 那每個輸出對應到一個weight 那還要再加上一個bias 所以它每個是三加一 那總共有四個 乘以四 好 那再來看output layer output layer前面有四個 它意思可以看四個neural嘛 對不對 所以四加一乘以二 所以在左邊這個neural network 裡面它總共有二十六個參數 可以去做調整 好 那在右邊這個呢 快速的算一下 好 三加一 四加一 好 算出來是十一個這樣 所以看到他們兩個 雖然看起來你感覺好像沒有差很多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他們可以train的 參數是差非常多的 這樣子 好 那大家會算齁 這等一下會繼續算齁 好 然後 這個東西跟 我們前面提到的softmax的linear classifier 完全沒有差別 就 實際上就是這樣train 就首先我們先定義一個activation function 這樣 好 那我們今天有個輸入 我們輸入假設就是 呃 抱歉 剛剛沒提到 我們現在是拿右邊這個neural network做體力 所以你看到可以有兩層的hidden layer 然後有一個output 這樣 好 好 那我先定義好我們剛剛說的這個就是 actify new 我當它大雲林的時候我一直它小雲林都把它砍掉 好 那這邊input就是三個來年選 那我現在只給它一個input 就是一個sample 好 那先看第一層 這個layer第一層 因為這個第一層它就是把 剛剛這一層 塵上它的weight 加上它的bias 然後去放到activation function裡面 這就是第一層 那它是一次算一層這樣 因為如果你一次算一個才沒辦法 就一次算一層 好那在第二層這樣也就是這樣 它把前一級的輸出 塵上它自己的weight 然後加上它自己的taps 然後加上activation function 這樣 那你就算完兩級的output了嘛 那最後一等就是output layer output layer它就會把 這一層的輸出 然後塵上它的weight 然後加上bias 那為什麼沒有activation function 是因為這邊 我們就會直接接 例如說接submax 或什麼的 就如果你把這些數字截掉的話就是 截掉會變成你部門就不會用 對不對 所以就不要截掉 所以是 這東西 就會跑去算一方的loss function 然後到時候我們就會傳一個 就是 沒寫 沒寫 沒寫就算 等一下再講 那 這邊想要跟大家講 那今天我weight的數量 你們知道怎麼算嗎 那我們就來算一下喔 就xinput是3乘以嘛 對不對 所以 我今天我 有點累 好 然後 3乘以嘛 所以我的維度 這w1的維度就是4乘3嘛 因為 因為它有四個嘛 對不對 那它每個可以看三個這樣 對不對 那 因為有四個neurons 所以有四個bias 那再來的話第二層它可以看 它可以看前面有四個neurons 對不對 所以它 它的dimension是4 那它有四個 所以四乘4 那它bias就有四個 那意思類推 好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每個w的dimension 這樣 那這個東西 就是大家回去練習之後 練習幾次就可以自己寫了 這樣 好 那 剛剛這個我們舉例的這個x啊 是 那它只給它一個sample 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 在這個例子裡面 其實你給它n個sample 這東西都是可以算的 這樣 大家可以想一下 就知道 好 那 我們剛剛已經 就是算出來這個 對 就是我們剛剛會算出一個這個score嘛 對不對 然後這score就從 我們前面講的那個southmax 所以 所以呢 我要怎麼樣把這個dout調整方向呢 去把它 就是 把它 調一調調 調回去知道說 我w3怎麼調 我的b3怎麼調 我w2怎麼調 b2怎麼調 我要把這東西把它proprogate回去 所以呢 這東西就叫做backward propagation 好 那 它概念就是我要把這個dout 實際上 我算出來loss function的規定 然後把它傳回去 這樣子 那 怎麼樣傳回去呢 其實我們在前面的southmax例子 我們有稍微用到一下 就我們其實在southmax時候 我們在southmax時候 其實我們一開始是先算這個fscore的這個規定 然後我們最後把它傳到x上面的時候 傳到w上面的時候 其實是在 就是靠這個 靠這個圈入把它乘在一起 這樣 所以其實在new1f完全就是用這個技巧 我們只是我們把這個技巧用在很多層上面 好 我講好哪去了 這邊 好 那 我要休息一下 好 那 所以呢 在做這個backward的練習之前 我要先就是複習一下大家的這個 微基本的嘗試 這樣好 我今天有個f function 它輸出 它輸出都是兩個input 一個叫x一個叫y 然後今天f function也是x乘y之後 那它的partialx就是y partialy partial就是x OK嗎 那我們再講個更簡單的x加y的話 如果它對x為分 對y為分都是1 對不對 可以嗎 可以嗎 然後再來的話是 再來的話是 如果是max 如果我看x跟y哪一個比較大 那這個情況呢 你都可以好好想一下 就假如說今天x比較大的時候 x比較大的時候 這東西就是x 對不對 所以partialx的時候就是1 對不對 所以partialx是1的時候 然後呢 就在x以外還有大的時候 它就是1 好 那 反過來說 partialx比較大的時候 它也是1 對不對 所以你就已經把這個東西都算出來了 好 那有這些東西呢 你就可以來決定 那個neural network的 就是back propagation 這樣 感覺有點斜陽不足 等一下喔 好好喔 大家什麼都沒看到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舉個例子 我們舉個例子 是變成三個input xyz 那它算的方學就是x加y 好 那這些東西 我們可以稍微再簡化一下 就是簡化成我們前面那一頁會做的 這個東西太複雜了 就我不會做 所以呢 我把x加y把它當作q 所以f呢 就變成qz 好 那今天我要怎麼樣解這個 partialx呢 partialx partialx就可以變成partialx partialx 然後乘上partialq plus x 可以吧 感覺就可以消掉 對不對 一定可以嘛 所以partialq是多少 就是z嘛 對不對 那partialq partialx是多少 x加y 這是超乎0 這是e嘛 對不對 所以算下來就是z乘1 所以你就知道partialf就是z乘1 那同體的話 y應該是對的 所以就是z乘1 那如果今天partialf partialx是多少 就是q嘛 對不對 好 好 所以你今天 其實你今天不知不覺 其實就已經做了兩成的這個預算 好 那右邊的話就是code 右邊就是實際上算的code 這樣 我先把q 把q的值算出來 然後q 有q跟z的值就可以把f的值算出來 算出來 好 然後 再來的話我今天要怎麼求df dx呢 那這東西 我今天算不出來對不對 可是我可以知道dfdq是多少 dfdq是z 所以我就把dfdq再乘上dqdx還是e嘛 所以把它乘在一起就照答案 這個就是partial propagation 好 那這東西用圖來看就是像這樣 好 沒有設個input 所以先看綠色的部分 綠色的部分就是把f的值算出來 所以x y z 所以b等於-2-5跟-4的時候呢 兩個加在一起 這個就是q嘛對不對 q會把兩個加在一起 所以 加-2-3 好 那c是-4嘛 所以f等於q乘d嘛 所以把兩個成在一起 十二嘛對不對 好 那今天我要做battle propagation 假設這邊留下來的這個 規定是1啊 因為是圈入嘛 圈入是要一直乘嘛對不對 好 那今天我要看一下這個 dfdq多少 dfdq 排這邊嘛 反正在某個地方嘛對不對 好 dfd 不會啦 這前面有寫啦 dfdq是z嘛對不對 所以就是等於z的值 所以把z的值抽上來 這樣 好 那 dfdx多少 dfdx是q嘛 所以把q的值抽下來 所以就 dfdx你算出來 好 那現在開始算這邊 這邊的話 呃 這邊的話我就要來算dqdx多少 dqdx是1嘛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就把負似成上面 就是它的值 dqdx是1 所以我把負似成上面 就是它的值 那可以吧 所以你今天就從這邊的規定 慢慢傳傳傳傳下去 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覺得自己做了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沒有嗎 好 如果沒有很有趣的話 就 今天來做一個更複雜的 我們今天來做sigmoid function 好 剛好沒有講sigmoid sigmoid function就像這樣 w.x 然後1的exp -x加1 然後1分之1 這樣 好 那這東西呢 有些東西我們不會算 所以我們要稍微翻一下課本 就例如說exp做為分 還是exp x這樣 好 可以吧 然後x分之1 的 尾分是-x分之1 好 有這些呢 我們就可以繼續玩剛剛那個 就是剛剛這個 這個可以嗎 看得到喔 好 來喔 這個w到x嘛 對不對 w到x 大家再加到這邊來 然後-1嘛 對不對 Expential的付卡 然後加上1嘛 然後導數 這樣 這個就是sigmoid function 好 所以如果我綠色的話 就看到這個方便 就算到這邊 然後就知道這個sigmoid function 然後-0.73 好 那今天我要把這個sigmoid function呢 嗯 我要算它這是df 然後比wx的贏 wx1 w2 然後每個它的歸點都算出來 那我要怎麼求 我今天知道這邊留下來的歸點之一 好 那這邊怎麼求 嗯 x分之1的歸點是-x分之1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要把這個東西 的平方分之1 然後 就負的嘛 對不對 好 那 雖然我數學不好 可是我有計算機 有沒有算錯啊 分之1 分之1 分之1負的 是這樣 所以是0.53嘛 對不對 ok齁 好 那 x-1的歸點 就是1嘛 所以分之1 然後exponential exponential的話 嗯 exponential的話 是 嗯 嗯 嗯 差到負的嘛 對不對 他這麼出錯他自己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要把負的0.53 0.37 好 0.37 5.4嘛 對不對 20嘛 好 然後再來的話 嗯 嗯 2x的歸點 是負一嘛 所以在乘上負一嘛 所以免額對不對 那這邊的話就很簡單嘛 對不對 不過你要注意的就是 這個信號就是把他們兩個字交換 好 所以你已經會了 一個很複雜的 function的 的規點要怎麼算呢 ok好 那 其實告訴大家 就是 singway function其實有快速的算法 這樣 不好意思 好 那 這個東西啊 實際上你在解的時候 呃 有些東西要注意 就是 我們前面都只知道要算這個 那個 weight的規點 對不對 可是其實如果在backwork correlation的時候 你會知道 你會發現每一個值 它的這個規點都會留到 這個下一節的輸出去 所以你dx比他不動算 有時候你覺得dx不動算 有點奇怪的 不過它是要算 這樣 好那 剛剛在算這個 規點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用到它輸出的值 例如說expx 我們就把它輸出的值 直接放進來 所以我們會把 forward pass的這個值呢 把它catch起來 這個東西可以幫忙加數 那我們就會 catch很多東西 好那 好 那再來有一個注意就是 它是trend rule 所以上面留下來的規點 你一定要把它升起來 這樣 好 那再來的話 這邊大概是一些這種 就是例子 例如說add的話 就直接test max的話就是 只有x或是y會通過 它是一個switch 那multipy的話 它會把兩個規點的那個值交換 對不對 好 那有這些東西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要開始算 剛剛那個 那個 neal network的規點 那 neal network的規點 因為你一次算 都是算一個矩陣 所以 剛剛這東西都是 一圍的嘛 你要怎麼把它推到一圍呢 其實 微微想太出來這樣 那我們通常就是 用比較簡單方法 我們會直接用這個 我們會直接去看它的dimension 就是match 這樣 譬如說x跟規點x 它的dimension還是一樣 你可以透過這個東西去猜它 它實際上的這個 的那個 算式到底要怎麼算 這樣 有點像那個 你在學物理的時候 老師會叫你看那個單位嘛 對不對 單位要一致嘛 對不對 就像那個感覺 好 那這邊呢就是 就 就我自己都快看不懂了 就是 這邊我先建一個weight 那他weight代表就是5跟10 然後還有x x代表就是10跟3 所以今天d大x就是5跟3對不對 好 那假設我們 問那個loss function 當我們回傳之後 我今天的我的那個 dd是多少 我今天 我今天dd是多少 這樣 好所以dd已經知道了 不過我們在這邊都有隨便改一個段數 好 dd我們知道了 那我們知道dd之後 我們要怎麼知道dw跟dx呢 就是大家還記得吧 這是w乘x嘛 對不對 所以 那個 先算dw dw它的 它的規點 就是跟x有關嘛 對不對 你記得嗎 所以你今天就把dd乘上x 好 好那 這東西要怎麼成呢 就是看一下它的那個 它的dimension 因為你知道dw要長跟w的dimension是一樣 所以最後一定要算來是 dimension是5跟10 這樣 所以先 比1是dimension就知道 5跟3嘛對不對 好那 x是多少 10跟3 有時候你如果知道我一定要把它transpose 之後 那這就是這些答案 好 就是這樣 可以嗎 好 好 那那個dx大概也是一樣 就是把你都看起來 要怎麼調整我們的dimension 就調整一下 反正 好 ok 好所以其實我們已經把 就是 fully connected 的new network 全部算出來了 所以我們可以開始做了 好 好 嗯 我們今天就設計了有兩層的 這個new network 所以你看到 這邊就有一層 然後這邊activated function 然後這是第二層 然後 第二層因為 直接要接Southmax 所以就不要把IT分放進去 所以直接接Southmax 然後Southmax就會告訴你 叔叔有開始 那這就是兩層的new network 好 然後它是在第二層 不過下面就寫 就沒有時間了 好 好 所以實際上反正你剛 你會轉出來帶像這樣 概念你一樣會有一個 就是你loss function 要慢慢減少這樣 好 那 這邊的話你可以 一樣把它位置 把它畫出來 這樣 好一樣就是 感覺車好像是比較好學的 對不對 像這樣 好 細節大家自己看吧 那 好 感覺就是我要休息啊 好 那 再來的話就是 這邊會有一些小細節 第一個細節就是 你在實作規點 剛剛那實作規點 尤其是backward propagation 它就一直沉沉沉沉下來 對不對 其實你很容易不小心就算錯 所以一開始你可以先用 女文女口的規點去 你知道 去做一個sandage 看你算是不是對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還記得 這邊有講就是 Software loss 例如說在10個class的時候 它一開始的出值值應該是2.3之類的 所以一開始你可以先把regulation關掉 然後去看一下你現在算的model 一開始的loss function 一開始算出來的loss function值 是不是 對 如果是這個的話 那你可能至少一開始的實作是沒問題 對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你把regulation量增加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的loss會增加 那這些東西做好之後還有一個就是 你可以去overbeat一個很小的資料 例如說只有20個sample 你看到你的算法不用overbeat 如果可以overbeat的話代表你 實作上應該是沒有問題這樣 如果你今天發現你怎麼吹都吹不起來的話 那可能 中間可能有些東西 你可能沒做對這樣子 好 好 那 那到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再繼續講一下 剛剛的region descent 之前我們都是用mini batch 或是用sertifyregion descent去算 這樣 那這東西其實跟你生活中碰到的 因為不止絕 因為你往下山跑的時候 你會自己有會有速度 可是我們今天其實是 我今天看到節率往哪一個走哪這樣 我們並沒有把我們自己身上有慣性放進來這樣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有一種不一樣的這個 update 參數的方法 叫做momentum update 這樣 它會設一個momentum 就是 所以你會維持你之前的方向這樣 然後再加上就是你現在的region 所以它更新的時候會考慮到你之前走的方向這樣 那這東西呢 就是 反正實務上就發現還蠻不錯的這樣子 好 那這是momentum update 好 那 這張圖沒有要跟大家解釋的意思 這張圖呢就是 就是這邊它比較的 第一個就是 cathase gradient descent 然後第二個綠色就是我們momentum descent 那下面這些也都是 反正就是 這領域很紅嘛 很多人都會提出很多方法 那有些東西就是算很快也算很慢 那信號就是我們想要達到的平地這樣 爬到狂犬最低這樣 奧基毛的界 那 這就是不同方法它跑速度 你可以看到像這個 阿達德塔它是跑一塊的人 然後 像這時候開一堆電台在這邊 所以就是 它用不同的根基的方法 可以讓它就是 在這 就是你可以用比較少的認輸 就可以達到 就是比較好的這個 那 那 為什麼要舉這張圖呢 因為我等一下要用 RMS 就是 大家已經看到這個 我們等一下要用這個 那細節的話就是 大家自己在上網看好了 好吧 剛驗習跟MOMENTAL有蠻像的 這樣 好 太好了 我們終於講到Convolutional Network了 YES 好 太好了 大家還活著吧 那 左邊這個就是我們開始在做的 叫做Fully Connected Newal Network 所以它有兩個 它的每個Layer都平面 你看 下一集的Layer 一定會把前面這一集 所有的UP都把它收集起來 所以我們才知道要Fully Connected 因為它全部都連在一起 好 那 你看 那Convolutional Newal Network 它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在 它 它 它加入了一個 新的這個方向 叫做 點 叫深度 然後它用這個深度呢 然後 它用這個深度把它這個東西 變成有點立體的感覺 那這個立體的感覺 會造成什麼 會造成你其實 嗯 就它 它會變成說 我其實 我在算下一集的Nual 它其實不會連到 這裡面說的Nual 前一集所有Nual 它只會連到一部分 所以它會把Local的東西 拷入進來 那再來一個就是 我今天我的Input 本來我們是直接把32x32x3 對不對 那這個有什麼壞處呢 另外就是其實我把 本台照片有的這個空間訊息 都把它全部拿掉 就是我今天我把RGB Channel 當作它的深度的話 那其實我可以 多少可以保留它這個 實際上照片長的這個樣子 那東西就可以維持一個 這個空間的這個訊息 那這東西 有空間訊息我們可能就會做得更好 這個就是Convolution的那種概念 那它的概念就是這樣 就是 它今天加入的概念叫 Resetive Field 這東西就是 我下一集啊 它一樣會有這個大小 對不對 那我就這一集 它前面看到的這個Input大小 這東西就要Resetive Field 所以它不會看到整個32x32 它可能只看到其中一部分 這樣 那我就把這個大小 定義成這個Resetive Field 那有問題就是前面有深度對不對 所以它其實看的時候呢 它是會把這個區域 然後整個深度所有的這個 尼文的奧布把它收集起來 它不會只看一部分的深度 它第一次看就是看水分 這樣 那在這樣同樣的一個 Resetive Field裡面啊 我會設計很多個尼文 所以在同樣這個呢 它可能每個尼文會有不同的位置 好 好 那為什麼沒綁到 好 所以呢 剛剛有提到它有一個深度 那深度的話就是我前面這一集 它同一個Resetive Field 然後 它深度上所有的Neurons 所以把它全部接收起來 那再來的話就是 嗯 因為它有一個這個 它有個這個看的範圍嘛對不對 那 我今天 我今天這一個 我下一集奧布魯雷爾看這邊 那我在下一集我要看到哪個方向 我要移多少 就我旁邊這個實際上看多少 就我們一般會希望它有重結的部分 主要是因為影像這種 就是 呃 不好意思 我要開遠遠視網站 好 像這樣 剛剛那是二維的Resetive Field 我今天把它想的簡單一點 我今天想成是只有一維的 所以它 這一個它Resetive Field 它就是 就是可以看三個 所以這個也可以看三個 這也可以看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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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它位移的這個 的幅度呢 我們就要Strike 那這邊Strike是1嘛 因為看到這一集它是看這三個 那第二個位置它就是看這三個 所以它位移是1 所以我們把它叫Strike是1 好 那 今天這個情況 就是Strike是2 你可以看到它一開始就看012 那在下一個它就看2而不1 所以它移動了兩位 這Strike是2 所以它可以控制Strike 那Strike就是 你可以影響到 你看這一集就只剩三個 這剩五個 可以影響到這個計算量很大 對 所以可以控制 好 好 非常好 這樣就擺有一個作用 就是有時候啊 就有時候我們會想要 就是我們想要控制這個 Oppoo的大小 有時候我們會希望 Oppoo的大小跟前幾次一樣 那這東西一定有問題 對不對 因為假裝你如果實在被我不是1 的話 那你在最旁邊這個 已經看到不外面了 那所以呢 你旁邊會給它補免 這樣 我們會補免 這叫做010 那這東西等一下之後 大家就 再算很久會發現 這東西可以讓我們頭不要那麼混 這樣 如果你每幾道都會算一次 這個Oppoo的Dimension 然後你就算到封掉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是 它可以維持 這個我們空間的Dimension 如果你每一集的Convolution 都是同樣大小的話 那 呃 實物上會發現有些好處 這樣 好 欸靠我這邊就有 有點虧 好 同一片都太趕了 好 那接下來就要開始算一下 好這邊就開始算 這邊就是 剛剛說的 Resite Field的大小 剛剛那是看三個 所以F就是三 那如果今天我要做0 padding 就是讓它 就是輸出的Dimension 跟Input的Dimension 是一樣大化 這邊有個公式可以拿出來 我只回去自己投一個 這樣子 好 那 剛剛那個情況啊 如果摔的是等於三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東西是 滿法整除的這樣 你怎麼調都滿法整 對 你就怎麼調都會滿法整除 好 那 所以不是每個摔大小都可以 都是合理的這樣子 好 那 講到這邊之後呢 實際上我們就要來算一下 好 剛剛這邊有個公式啊 講太快了 所以 我今天我Input大小 如果是大幅度 我們先用一圍的看 那我的 Resite Field是M 那我出來是S 那我排名發小是P 這樣 我列算出來我輸出的Dimension 就會這樣 好 然後大家趕快看一下 可以把它背起來 為什麼要背起來 是因為我們這條推遲 這樣 就是 如果像2012 ImageNet 它使用的Input Size是 照片的像素是 227x227 然後有RGB 3個channel 所以Input是227x27x3 好 然後它第一層 它用的是Resite Field 是11 所以它一個neuron 可以看到前一級 11個neuron的寬度 這樣 然後它出來用的是4 然後Padding用的是0 這樣 然後它剛說的深度 它會做96 這樣 好 所以呢我們先算一下 它輸出的大小會 會是多大 這樣 所以你就227-11 然後55 所以你知道輸出大小是55 所以呢 這個寬度就是55x55 然後這邊就有96個發展 所以這96個都有不同的weight 像這樣 好 那每一個它的 每一個這個neuron 它都可以看到11x11x3 因為前一集所有channel都要看到 所以是11x11x3 它可以看到這麼多neuron的輸出 那這東西就會決定 它的weight的dimension是多大 這樣 所以我們要來算 weight的dimension有多大 好 所以呢我們在這一 第一層的convolutional network convolutional layer裡面呢 總共有55x55x96 有這麼多neuron 可以想像嗎對不對 因為output dimension這麼大 然後乘上深度96 是這樣 好 所以我們有這麼多neuron 然後呢 我們每個neuron 它可以看到11x11x3 所以它可以看到363個neuron 所以它就有363個weight 然後它會加上一個bias 好 那所以呢 在一層的layer裡面 有多少個參數呢 就是把剛剛這個值 乘上這個值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這麼多參數 好 如果你 我們剛剛那個才多少個參數啊 我們剛剛那個可能都幾十個而已 如果你今天 你要train一個這麼大的參數的話 不是train到就是天王天老 天王天老 天王用什麼 好不重要 就是我們會給它一個假設 我們給它一個假設呢 就是 這個neuron啊 它只要在同一個深度 它在同一個 例如說第一層 debs11的時候 它們會共用一樣的weight 這樣 那這有什麼好處呢 我這樣就可以 把這個weight的這個數量 縮到非常少 為什麼呢 因為一層layer 在同一個深度底下 它的neuron 可以看到的weight是這麼多 來加一個bias 對不對 總共有96層 所以它總共只需要 35000個parameter 就好 那是不是比剛剛這個少非常多 而且呢 我們 我們發現啊 就如果在同一個深度 使用一樣的參數的話呢 這東西其實在這個 數學上面就是一個convolutional的動作 所以它為什麼叫convolutional就是這樣 然後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個filter 然後會是一個kernel 這樣 所以呢 例如說在這個例子裡面 我們就會算出來96個filter 對不對 然後這東西是可以視覺畫的 可以畫在這邊 就可以看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學過一些影像處理之類 像前面上面上半部這些都是在算age的detention 這邊可能在算顏色的detention 這邊就是把剛剛那個filter算出來 這邊總共有96個 這樣 這就是第一層的convolutional work 好 那我們來簡單的總結一下 首先呢 我們上一集書 假如說是w1h1d1 好 然後 它總共深度呢 有k層 呃 我們下一層的這個深度有k層 然後 呃 我的接收呢 的這個resetive field的大小是f 摔是s padding是pe 像這樣 所以我可以算出來 output layer這層的大小 像這樣 好 那因為有這個參數的這個sharing的關係 所以同一個深度呢 它只需要一個參數就好 所以它就f乘f 然後再加上 再加上一個bias 像這樣 所以我們總共參數就這麼多 好 那大家可以回去想一下 像這樣子 好 那 這東西就要開始算那個forward 跟badward publication 對不對 這東西因為 我們只是改變它空間的方式 所以我們並沒有 就我們並沒有改變演算法本身 所以用的算法完全跟之前一樣 只因為現在從二維變三維 所以一般人腦會無法接受 好那這邊就有一張圖 讓你可以接受一下這樣 好那 嗯 我覺得我現在腦袋有點快燒壞了 可能會想不出來 好 這邊的話就是你可以看到 好不要動不要動 好直接在這邊講 好 你可以看到 然後 嗯 它這邊就是這樣 它這邊有兩層深度 所以K12 好 我們先拿一層看 好 這一層呢怎麼說呢 嗯 它一個牛肉可以看到多大 它一個牛肉可以看到三層上 假如賽斯佩奧就是三層上 所以它乘上它的位 加上它有bias 所以 例如說在這個位置 是最右下角的部分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這一 因為有兩層嘛 所以速度會有兩層 所以我可以知道這一層的值是多少 這瘋過跑回給你算對不對 然後這東西在傳回去的時候 又可以把它更進回去 這樣 可以嗎 打油FU嗎 其實就是剛剛那個而已 讓它動一下好了 可以嗎 那我再講一次喔 我們先看 這個就是已經做Zero Padding的部分嘛 對不對 那 我今天我女賽斯佩奧是3 所以呢 我可以看到三層3 這樣 然後我猜我的出來應該是1吧 然後 這個東西乘上它的weight 每一層都要乘嘛 因為K13 前一層的深度是3 所以每一層都要乘 所以它的weight總共有三層這樣 乘起來 然後加上bias 就會得到最左上角這一個 好 好 那接下來就要講一下比較頭痛 可是這是很小細節的部分 就是 例如說 Hinton就覺得這東西不應該存在 那 呃 這東西叫Max Pulling Layer 它的作用就是 我們剛剛這個啊 當然我們可以透過這個convolutional 這個reset fill去控制它的大小對不對 可是這東西有點麻煩 那如果我們要很有效的去控制大小的話 最簡單是這樣 如果我們希望本來 一層是 二二四乘二四 那我希望下一層 它數數就變一二乘一二 那我可以怎麼做 我又做一個Max Pulling 它就是 應該是二乒乩 對不對 所以我下一層的 它的每一個 它的每一個element啊 它就對應到前面四乘四 然後它就取最大字 那這個東西你可以想 就是中間感覺有點不合理 對不對 可是它就是這樣就是 就是計算速度變快 這樣 好 那我到底要舉這個幹嘛 然後 呃 好 那 這個convolutional network 要怎麼樣跟我之前那個 Fulling Connecting network 做幾個呢 那這邊就要大家來想一下 那這邊就要大家來想一下 就是因為我Fulling 我的 Fulling Connecting的layer 它有什麼特色 它就是它會把前一集說 然後我Fulling拿出來 對不對 所以假如說我今天我 我有一幾個 差不多是nivea network 這樣 7層7層512 這樣 它深度是512 好 那 如果今天 我要做一個 Fulling Connecting network 我為什麼要做 我就用它的 這個 這個 就跟它前面這個 input 改變全一樣 所以它一直就會看到全部的 它一直就會看到全部的 因為我忙對不對 因為7層7 然後深度比較全看 所以它一直就會全看 對不對 然後我這樣做409位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 Fulling Connecting 然後是有409位的 改變全這樣 好 那如果今天我要做一個 基於這一層 我再做一個 Case1000 我要做1000個怎麼辦 因為這邊它已經成功 把它收到一層一樣 對不對 所以我接下來只要設定 Fulling Connecting 那我讓它做1000個 好 那就是第二層 好 這樣子的話 基本上我們已經把 一個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裡面常見的 Layer 就把它施作出來了 好 所以一般的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長得像這樣 那 你可以幫大家回顧一下嗎 這邊呢 就是input 這邊就是 剛算那個 就是一些很奇怪的 linearconvolutional 很奇怪的 這個waiting的加強 對不對 然後這邊要有 ActiveBand Function 要把Fulling Connecting加進來 然後這東西可以讓它 組合成一個 然後接下來我要調整大小 所以會有 Next Pulling Layer 然後這東西呢 可以讓它做好多個 然後最後呢 我會放會加 Fulling Connecting Fulling Connecting的Layer 那這東西 如果你要再接的話 中間就要再加 ActiveBand Function 不然這兩個就是 linearconvolution 就沒用 這東西要加這個 Band Function 那這東西最後呢 輸出就會是 加South Max 就是 就是Output 所以譬如說 在EvGNet裡面 有一千個Lay 有一千個Class 所以我最後一層就是一千 然後我每一個Lay 我每個Output 都對應到一個 一個Class 每一個Newon的Output 都要應到一個Class 這樣 好 那底下這邊就有常見的Pattern 就是最簡單的Pattern 就像這樣 就把它接起來 這樣就可以 這樣就是一個最簡單的 兩層的Newon Network 好那當然你可以讓它變得更複雜一點 像這樣 這邊就很多層 或者是你電腦夠厲害的話 就可以讓它變得超級多層 這樣 好那這東西有個特色 就是你要連續做兩次convolution 的Lay 那這東西 就是 把一些研究覺得呢 這樣會比較好 這樣 所以就是不要太常做Pooling 好 那大家走到這邊之後呢 現在大家拿出就是Internet Paper 基本上你可以看得懂 大家現在看得懂這個圖嗎 這是我們開始用的圖 對吧 它的深度是K 就是四個 對吧 這張圖不好 看這個 它一步是 我用那些 好吧 它的深度是四個 我數錯了 深度是 一二三四五六 六個吧 對不對 它先一層深度是三個 對不對 所以它這邊深度是六個 然後它的這個 是二十八三二十八 所以你可以 好你不行 反正 這邊深度是二十八三二十八 那它Lycite背後就這麼大 你知道 然後這一層Lycite背後就這麼大 不過它是Max Pulling 這一層是Max Pulling 然後下一層 這邊是Convolution 它這邊深度變多 然後下一層它是做Max Pulling 所以Max Pulling它有個特色 就是它實際上不會改變深度 所以它的深度是一樣的 好 那最後一層就是Bleecite背後 這邊就是最後 剛剛最後一層 然後活有兩層 然後最後一層 輸出 輸出是10 最後一層的Op就是10 好 這樣 那這個就是 1698年PayPal來做的事情 好 那 這就是我們最後一個 練習了 那 這練習就有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我們剛剛講了這麼多layer 可是運動還沒動手做 我們只有動嘴巴 所以現在要動手做 然後做好之後呢 我們把這些layer組裝起來 然後就可以 然後就可以 得到一個convolutional net 像這樣 好 我還有時間demo耶 太好玩了 好 好 Fing layer就是Fully connected layer 這樣 那這東西其實很簡單 是不是沒寫 我沒寫在裡面呢 QQ 好 應該這樣講 這個 這個nodebook他在做的事情 他就是去計算一下 我們實際上用lumerical解 跟我們用 用backword propagation 算出來的值 兩個字有沒有差很多 像這個值差別都在10的-8以下 所以這個值差非常小 代表我們的 就是我們在實作backword propagation的時候沒有算錯 這樣 然後 這個nodebook其實只要給大家看這個概念 就是 你實作好一個convolutional network之後呢 你只要設定適當的這個 呃 你的waiting啊 你就強迫設定的waiting 它其實就是一個filter 所以我們今天就馬上驗證一下 我們今天可以實作一個grayscale的filter 跟一個edge detector的filter 那你可以看到 我現在有點 grayscale 你可以看到grayscale其實就是線性組合 對不對 它就把線性的東西加起來 然後 age的話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相減 嗯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就是相減 所以 ok 好那做到這邊之後呢 因為實際上就是這樣解釋 實際上有點太慢了 所以 所以 是沒有改用sizen去實度 這樣 讓它變快一點 那做完之後我們就可以看看 有沒有這哪一個 那我不太會勸 因為勸這要好幾分鐘 那 那 ok 這邊ok嗎 就是 嗯 我們就講我們有兩層的 所以第一層的input w 然後 v 然後 input x 算出來呢 就會是a1 好不就是a1 那 因為剛剛我說過程中的東西 我倒要把它carriage 然後再算第二層之後就會算到score 這樣 那 因為score我們是用soft max的loss function 所以我們去算之後 我們除了得到它loss function之外 我們還可以得到這個score要怎麼改變 就是它的規定 可以知道它的規定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把這個規定再傳下去 所以我們就把它傳回去 就是deadwork propagation 傳下去 然後傳兩層 這樣 然後最後記得把regulation加起來 這樣 好那這樣就可以實作好一個 這樣就是一個兩層的convolution network 這樣 實作起來就是還蠻簡單的 好 那 這邊就是剛剛講的 你要檢查一下你算對不對 所以我這邊都檢查 例如說 在沒有regulation turn的時候 大概就是在2.3的附近 這樣 好 那接下來會檢查規定 規定是不是算對的 然後再來就是overfeed一個很小的資料 我這邊選了幾個資料 我這邊選了50個資料 然後我去overfeed它 我最後可以得到 overfeed是什麼樣的概念 就是你training的accuracy超高 然後validation超低 我這邊training accuracy到0.88 就是88% 那我validation只有14% 這就是overfeed 超明顯的overfeed 那過程中還可以到0.96 這樣 所以在我說我這個實作應該是沒有問題 至少可以overfeed它 OK好 然後做完之後呢 這邊你就可以看到 藍色線就是training the accuracy 然後綠色線就是validation 像這樣就是overfeed 所以你自己在跑一些分析的時候 你就要看一下說 你現在有沒有overfeed你的data 像這個就是非常不合理的 那再來我們就可以開始training了 好這個training要超久 training要好幾分鐘 那我們最後拳拳拳拳拳 我們大概可以training到0.54多之類的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做一樣 做那個跟那個 跟那個imaging layer那個一樣 我們可以把我們第一層的filter拿出來看 所以你看到它其實是有學到 例如說像這種黑白相間啊 這就是edge detector 然後這些 雜訊還很多 所以大概還沒有training得很好 好 像這樣 那我們可以做testing testing大概0.54 所以其實我們 中間這個好像沒講到對不對 我其實我們這個 在準確度上是有一次慢慢提升 像這樣 恭喜大家已經完成了 Standford的前兩個作業 不過呢 中間我們少做一些東西 少做的東西大概在這邊 我好像還沒列完 這樣 就是 大概像這樣 那其實主要都是一些技術的細節 就是沒有列到 然後還有一些是 還有一些是 一些理論的解釋 這樣 今天就是因為 為了求快 所以把很多理論解釋都說得很短 這樣 好 我們大概錯過這些東西 所以如果你要重新看的話 那 如果你覺得這個 內容很不錯的話 就記得 打開你的推特 然後謝謝一下原始的作者 不是我 好 那就謝謝大家 好 會有QA嗎還是怎麼樣 你們會想要QA嗎 你們會想要QA嗎 有問題 好 請問 就是你剛好說到QA 就是QA的三種 三種 有一個問題 好 不知道跑哪來去了 這邊嗎 你說下面這個嗎 對 沒有 它為什麼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好 主要是因為你可以看喔 如果這邊數字到0了之後 它就沒有規定 它規定就被卡掉了 那它會用 它會發生 就關掉之後 它就永遠不會被開啟 所以就等於這 N1就沒有在作用 就沒有空用 你擺在那邊它就死掉了 一般會叫它死掉了這樣 所以 用的東西好處是很快 可是 如果你沒有勸好的話 你會讓很多N1都死掉 那你 你實際上你的 大小 你的N1或大小就會降 這就是我不希望的 可是它很快 那 所以呢 就我們發明一個叫Liquid 的Rail loop這樣 那這東西就是 它不是直接把它卡到 它是 讓負的值的時候 還是有一點點邪力在 那就是 其實這樣 Mexile的話 我查一下再跟你講好了 沒有盾背 不好意思 Sigmore Sigmore Sigmore它有個問題是 它在比較大的值的時候 它的邪力幾乎是0 所以 這個東西上 你在training的時候 你邪力都是0 那你發揮給下去 就會不見了這樣 它只有在中間 這一段比較好吃 Tension也許 大概也是這樣的概念 對 那還有問題是 它的Center不是在0嗎 它Center在0點 那應該不會 嗯 不過我覺得 可能邪力會0 好 我要講一下 對對對 不過邪力是40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這個就會導致其實我們在 以前在training的時候 training很慢 那規點太小 那大家還有什麼問題嗎 那可以再問一個嗎 OK啊 可以啊 就是 那所以說 比如說我們要做一個 做一個這樣 做一個這樣 那比如說它 可以選擇 對 喔 Default 或是說你要導致負財 OK 那個 就是它剛剛問的問題是 我們今天都舉的是一些玩具的case 那實際上case長什麼樣子呢 就再舉一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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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長得像這樣 可以吧 這個還是小的 這已經過了 然後就它 這樣是幾層 很多層出不出來 最後你看 最後一樣是三層的福利可領域的奈紋 其實你們都有辦法看懂這個 然後這個就是Computial奈紋 它這邊它握布兩邊是13 它尤其他就用三層的三 這樣 大家都買漢堡吧 這個就是一個食物上一層今天還在做 不過我們也記錯的話這個是2016年的做法 那Google它最近它有一個很有趣的idea 它把這東西就是成個無用字 這樣把它記在一起 所以說在做譬如說你這座就不然流出的話 就是你想要讓它構成一個最適合的案件 對 這東西其實都是有經過調整 比如說為什麼這邊 它是用什麼是尤其他就用3 其實這都是要靠經驗去調整 engineer到時候比如說有就是暴力 那暴力 阿暴力 XV�時間到了 ok好那大家都還有什麼問題嗎 好問題耶,其實我也不是很懂啊 他問的問題是,就是剛剛不是有說 這東西做起來就跟數學上的convolutional是一樣的意義嗎? 這我要好好想一下,因為老實說我的信號處理學的不是很好 不過convolutional的概念就是你今天看到這個概念,這樣有沒有解釋到 他會有個filter,然後一直撐一直撐,然後把它全部加起來 不好意思,不然我再查一下再貼給大家 那我覺得時間差不多了,今天不好意思講了比較久 那就謝謝大家今天來,謝謝大家 謝謝